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堆新鲜出炉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都发生了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吧 首先我们得谣谣印度尼西亚的普拉伯沃 这位即将就职的总统 竟然在就职前就跑去中国拜访了习近平 这可不是常有的事情了 看来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普拉伯沃即将上任之际变得更加紧密了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合作似乎比冲突来得更有力 尽管南海的领土争端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中国和印度的股票市场 竟然走向了历史上的分道娘标 这两个亚洲巨头的市场相关性达到了历史新低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而在中国国内新的工厂数据显示经济开局不错 制造业活动增长速度创下了13个月来的新高 这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另一边将特斯拉在中国的价格上涨了 看来电动车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最后我们还要提提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中国之行 这位前总统的访问目的是为了促进和平 前少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其他新闻中 澳门的赌场收入超出了预期 显示出疫情后复苏的势头 而香港的艺术三院则让这座城市重新回到了世界地图上 展示了其作为亚洲艺术中心的地位 哇 看来最近真是发生了不少大事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概述 希望大家能从中找到一些有趣的话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印度尼西亚的普拉伯沃在罕见的就职前访华中 会见了习近平 日经 亚洲 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兼当选总统 普拉伯沃苏比安托周一 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捧固了两国在普拉伯沃10月就职前的关系 普拉伯沃还计划在访问期间 会见李强总理和董军国防部长 这是北京的罕见举动 因为通常是在外国政要就职后才欢迎他们 然而 北京敦促普拉伯沃提前访问 因为中国与美国在东南亚争夺更多影响力 中国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 南海合作对中国来说比冲突更有利 日经亚洲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的紧张局势 正在影响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 据估计南中国海约有110亿土石油和190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 但目前只发现了其中一小部分 中国声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是其林海 不是邻国的专属经济区EC和2016年的国际仲裁裁决 中国一直在其承认的EEC内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 但邻国在其EEC内面临中国海警团的骚扰 菲律宾特别希望探索李德焦 该焦位于其EEC内正在寻找新的储量 以取代预计到2027年将枯竭的马兰帕亚企业 菲律宾已经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 并允许美国进入更多军事基地 以应对中国的侵略行为 中国一直在加强其海军存在 并采取更具攻击性的策略作为回应 导致危险的对抗 一份关于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可能有助于避免军事冲突 并确保该地区的和平 这可能为分享油气财富铺平道路 中国与印度的股票相关性达到历史新低彭博社 中国和印度股市之间的相关性已经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表明这两个市场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自从今年2月以来 MSCI中国指数表现优于MSCI印度指数 受益于北京的刺激措施 而印度的涨势由于对估值的担忧而放缓 两个市场之间的相关性在2021年末破裂 因为印度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改善的地缘政治环境 导致了一波涨势 而中国股市由于经济复苏磕磕绊绊 和与美国关系恶化而下跌 中国的新工厂数据显示了新年的良好开局 此言年中国制造业活动在3月份 以13个月来最快的速度扩张 财新市场制造业采购经理员指数上升至51.1 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测 这一积极的结果仅随最近出乎意料的出口和零售销售数据 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今年年初有一个光明的开局 然而企业对增加员工仍持谨慎态度 就业的PMI子指数自2023年8月以来一直保持负值 分析师认为政策制定者需要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以实现政府对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约为5%的雄心壮志 特斯拉中国价格上涨 其他汽车制造商纷纷削减价格 彭博社中国汽车制造商为了在国内汽车市场 与特斯拉和小米竞争而提供激励措施和降价 未来汽车为鼓励驾驶员从汽油车转向电动车 提供了高达10亿元人民币合一 38亿美元的激励金 而小鹏汽车将部分车型的价格降低了2万元人民币和2760美元 奇瑞汽车则为部分车型支付购置税 并提供更好的二手车置换条件 此举是因为小米推出了企业 习于汽车型进入电动车市场 在24小时内获得了超过8.8万个预定 特斯拉最近提高了其马罗YSV的价格 台湾前总统访华促进和平 德国之声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已经抵达中国 开始为期11天的访问 旨在减少两国之间的几张关系 马英九是台湾反对党国民党的成员 主张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 在他的总统任期内 两岸关系得到改善 马英九在2015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马英九文教基金会主任肖旭曾表示 马英九希望与习近平会面 但尚未做出官方公告 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未排除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可能性 澳门三月份的赌场收入超出预期 受7R7推动 彭博社澳门的博彩收入 在三月份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 因为全球最大的赌场中心的复苏势头增强 毛收入从去年同期增长了53% 达到24亿美元 超过了分析师预测的49%的增长中值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澳门的复苏已经放缓 二月份的博彩收入降至疫情前水平的73% 中国在贸易上的虚伪行为 金融时报中国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 包括对战略产业的补贴和保护措施 引起了全球贸易伙伴的担忧 作者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模式和机构 无法应对中国的经济模式 需要采取新的方法 作者建议创建新的机构 允许各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存在 并承认各国在参与全球贸易时 需要保护自己的经济稳定 作者还指出 寻找廉价劳动力和资本的现行体系 已经达到了极限 需要采取新的方法 重量联形的创新和人才中心排行棒中 没有香港的位置 南华早报香港在一项调查中 退出了前25个城市的行业 待调查考察了创新和人才集中的情况 房地产咨询公司重量联形的研究 北京和波士顿紧随其后 东京排名第四 伦敦和首尔分别排名第五和第六 被广泛视为香港金融中心主要竞争中心 主要竞争拖排名第七 上海排名第九 东京首尔上海北京新加坡和深圳 在创新产出方面了现出四 香港购房者纷纷涌向 香港购房者纷纷涌向 上海排名第九 长河集团资产位于南区的项目 已获得折扣 横博社物业开发商长江实业控股在香港的 南海项目收到了买家的冷厚兴趣后 决定推出更多单位 截至周六晚上已有超过80名竞标者 对138个单位进行竞标 因此决定再推出110个单位 长江实业和港铁公司的南海发展项目 是富裕居民青睐的地区 买家享受高达15%的折扣 平均价格为每平方英尺21 968港人约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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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美元 比附近的蓝山发展项目低27% 法国外交部长期望中国向俄罗斯 就乌克兰问题发出明确信息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法国外交部长埃马·纽埃尔 塞朱尔恩敦促中国在解决乌克兰冲突时 发挥关键作用 确保尊重国际法 塞朱尔恩在访问中国期间发表了这番言论 他还呼吁中国向俄罗斯发出明确的信息 关于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法国一直在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同时也在推动北京方面 就其与莫斯科的关系进行施压 塞朱尔恩强调脱钩与中国不在讨论范围内 而是需要进行经济再平衡 以确保健康和可持续的贸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回应称 中国对欧洲来说是机遇而不是风险 双方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 澳门赛马结束 因赌场收入达到疫情后的最高水平 日经亚洲澳门赛马会MJC 与政府终止特许经营合同后后 澳门的赛马正式结束 这标志着赛马在澳门已经进行了44年 结束赛马的决定是在新冠疫情后 该地区的赌场再度兴旺的背景下做出的 今年3月澳门的赌场收入达到了自2020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比增长53% MJC在2023年提交了终止特许经营的请求 理由是运营困难以及赛马活动无法满足当前社会需求 赛马的关闭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因为这一宣布距离最后一场比赛只有十亿周 而新加坡唯一的赛马场关闭前 有16个月的准备时间 MJC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亏损金额超过25亿澳门元 312.5万美元 而投注额从200304年的90亿澳门元下降到2021年的1 4亿澳门元赛马的关闭也意味着澳门不再有动物赌博 因为亚洲唯一的赛狗场在2018年关闭 艺术三月让香港重新回到了世界地图上吗 南华早报2024年的巴塞尔艺术展 香港展示了这座城市 仍然是亚洲一个重要的艺术中心 相比去年 该展览吸引了更多的国际观众 一些主要画廊的早期销售也非常前进 然而由于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问题 人们仍然持谨慎态度 这可能对艺术市场产生影响 魏银和巴塞尔艺术展的2024年艺术市场报告指出 由于经济增长疲转和房地产低迷 中国在2023年下半年的销售较慢 尽管如此 中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艺术市场 海外行注意到亚太地区年轻收藏家的增加 尤其是千禧一代和继一代 其中中国买家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香港政府还试图通过举办大型活动 包括首届国际文化峰会来重建这座城市的声誉 推动艺术界发展并吸引游客 然而由于新的国家安全法 人们仍然担心艺术领域可能出现审查制度 法国画廊老板埃马纽艾热尔佩罗坦对潜在的进口税表示担忧 这可能会损害香港作为自由感和艺术爱好者的吸引力 中国亮眼的行业指标提振了复苏希望 日经亚洲根据财新采购经理人指数 中国制造业活动在三月份已超过一年来最快的速度扩张 该指数上至51 一标志着连续第五个月的扩张 并且是自2023年2月以来改善速度最快的 50以上的读数表示扩张 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改善是由于更多的新订单流入 包括来自于国外的订单 这促使中国制造商增加了生产 积极的数据使一些分析师认为 为不够尽管政策制定者正在应对房地产行业的低迷 但中国经济正在复苏 然而分析师们警告称 这种复苏可能在长期内不可持续 并且一旦政策支持减少 经济很可能再次放缓 北京对台湾的下一任总统表示遗憾 但对一位老总统表示欢迎 纽约时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在他为期11天的中国之行中受到热烈欢迎 此次访问政治中台关系紧张之际 双方就两名中国渔民死亡事件存在争议 并且担心中国在台湾新总统上任后加强军事威胁 中国对待马英九的方式似乎表明 中国对于支持更紧密关系并接受其谈判条件的政治家是开放态度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间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xUp一份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这間媒体智库的转发 请大家进签掌